全打库鲁哲,脚踢普拉多 响低调不允许呀 就在前天,咱们国产的坦克500正次上市了 定价为33万5到39万5 比这个预期要还便宜了5000块钱 从低配到高配 那么都有哪些地方全打库鲁哲,脚踢普拉多呢 我们说一下啊 手机从价位上就比较便宜很多啊 一台这个库鲁哲可以买两台坦克500了 就算普拉多也要比这个坦克500贵过十多万块钱 是不是啊 首先价格上就要全打的,掉打的 那么再说一下配置 它是3.0T的涡轮增压排动机 制度研发的啊,坦克500 并且啊,大家久也提一遍这么想 双涡轮增压器 扭矩达到了500,马力达到了350式 前中后森巴索V66缸机 就这么霸气 前面是双横臂啊 独立悬挂 后面是多连杆整理桥色的悬挂 这套悬挂成本很高的 并具有越野性能 还有这个城市代步的舒适性 有这个特点 可以说从硬件 斗力组成上来比 也要全打 库鲁哲 脚踢普拉多 那么还有哪些反面吊胆呢 就是驾驶感受 印第1K车的好有快 最主要的就是驾驶感受 坦克500在行驶的时候 一般它都是非成载式的越野车型整体 在开的时候都会有虚位的 你像这个普拉多呀 库鲁哲呀 一些越野车都有虚位 而这个坦克500开着起的时候 开着的时候 它更像一个城市SUV 驾驶起来几乎是没有虚位的 并且在广弯过弯的时候 它这个开起来 非常的游刃有余 并不笨重 很轻松很灵活 并且动力非常澎湃 非常的出色 坐姿非常高 非常棒的驾驶感受 它不像有些 库鲁哲呀 或者是普拉多 开起来那种 很笨的感觉啊 开起来很蠢的感觉 而且开起来会很累 那你要是开塔坑500 就感觉开一个像 城市SUV的感觉 非常舒服 但是它还具备有强悍的越野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如同模式啊 铁鲁掉头啊 这都不用说了 小儿可 这些马力非常充足 而且从外观 内似的用料做工 都完全全打 库鲁哲 脚踢 普拉多 各个方面都是吊打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开过坦克500 对我说的你有不同意见 或者也开过坦克500 普拉多 或者 兰德库鲁哲的 对我说的你有不同意见 我们在评论区见 或者是你们对坦克500 这台车 有没有什么 不同意见和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 现在我们的国产车 做的是太棒了 性价比太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